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兰萨复攻 多明哥 帕纳加接应 古马堡二传 德古兹曼自由人 阿底伦扎第一局 随着庄宇山扣球得分 中国队24比16拿到局点 中国队发球得分 25比16赢下首局 局末阶段 中国队一攻的分率很高 守住了领先优势 第一局技术统计 ASIS球 2比2进攻 16比10自失送分 5比4拦网 2比0第二局 卡洛斯接连进攻得手 4比2领先 双方多回合对攻 菲律宾队扣球打手出界 7比4领先 曹婷婷快攻得分 5比7 菲律宾队组织快攻扣球下网 7比6 中国队反击周叶同轻调得手 将比分追平 7比7 卡洛斯后二扣球打手出界 8比7领先到第一次技术暂停 菲律宾队丝毫为扣球出界 8比8 吴孟杰后三轻调得手 9比8反超比分 二传徐晓婷换下孙海平 中国队12比9扩大领先优势 菲律宾队不得不请求暂停 庄宇山发球下网 12比10 王亦凡换下吴孟杰 菲律宾队发球擦网得分 将比分追到17比17平 吴孟杰快攻得分 王亦凡反击得手 中国队再度取得2分的领先 随着拦网拦住卡洛斯 中国队22比19领先3分 眼界4号位无法突破 菲律宾队主打2号位 菲律宾队发球得分 将比分追平22比22 吴孟杰换下王亦凡 吴孟杰扣球得分 中国篮网再得1分 24比22达到局点 菲律宾队一团不到位 卡洛斯强攻被篮 中国队25比22再赢一局 大比分2比0领先 第二局基础统计 A4球0比3进攻 14比15对手势 故送分9比4篮网 2比0 中国队只赢在失误上和篮网得分 进攻和发球都不如对手 第三局 开局2比2 随后中国队率先发力 取得2分的领先优势 8比6领先到第一次基础暂停 菲律宾队连得4分 10比8反超比分 中国队不得不请求暂停 二传 传球太近网 吴孟杰扣球触网 8比11 中国队轮次错误 8比12 中国队发球效果不错 连续破坏对手的一传 中国队连续追分 12比12 在胡马堡的发球轮 中国队惊险低级15 14比17 落后3分 主教练都忍不住笑了 庄宇山扣球连续得分 止住了颓势 吴孟杰篮网得分 17比18 菲律宾队请求暂停 庄宇山继续高光表现 连续下分 19比18反超比分 菲律宾队不得不调整阵容 吴孟杰篮网建功 21比19 吴孟杰4号为扣球得分 22比19 中国队篮网再得1分 23比19 在庄宇山的发球轮 中国队24比19达到5个赛点 随着吴孟杰扣球得分 中国队25比20赢下最后一局 大比分3比0获胜 取得小组赛三连胜 第三局基础统计 ASIS球 0比3进攻 17比12自身失误送分 6比5篮网 2比0三连胜也掩盖不了这支中国女排异团糟的事实 主教练匡齐队球队的掌控能力不足 没有明确的执教理念 换人磨磨叽叽 导致整场比赛磕磕绊 对阵菲律宾队还搞的比赛惊心动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面对欧洲强队力 球队打得不顺换人 很正常 那换上的人打得不错 还要换下来 为什么 简直是莫名其妙 17岁的队长王亦凡 能看得出他想努力 但是比起大姐姐们 他的力量一传都没优势 他现阶段根本没有领导球队的实力 今晚发挥最佳的是庄宇山和胡明媛 胡明媛作为球队的老将 发挥稳健 没被带乱节奏 在关键时刻的篮网 对球队提升士气很重要 另外 他的发球是中国队的发球强轮 19岁的庄宇山每次扣球得分后 都激动得满场飞奔 特别是在第三局中国队落后的情况下 他在4号为连续进攻得分 带领中国队全面反击 是中国队本场顺利赢下的第一功臣 只不过 他身高不到190厘米 中国女排一队主教练蔡斌 应该是看不上他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